夏天注定是和大海拥抱的季节 这个夏天你们去过海边了吗 前天纳斯亚给我发信息说 圣彼得堡的气温终于要到30度了 是这个夏天最热的几天 我们得赶紧抓住夏天的尾巴 去海边游泳泳晒晒太阳 不然很快就又要冷起来了 这不今天就跟纳斯亚和巴利纳来海边了 你们敢相信吗 这是周一圣彼得堡的海滩 人也太多了吧 我问纳斯亚说 你们俄罗斯人周一都不用上班的吗 纳斯亚跟我说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人们都请大家出来晒太阳了 他说俄罗斯人都希望自己晒得黑黑的 这是有钱人的象征 因为只有有钱人才有时间晒太阳 而且在夏天 如果看到某个俄罗斯人特别白 他们会以为那个人是不是生病了不健康 我只想说 果然每个国家的审美都不一样 咱们的这种白富美 可能就是他们眼中的弱穷丑了 假如我们今天来游泳的这个地方 是圣彼得堡的300年公园 离欧洲第一高楼拉赫塔步行10分钟 而且过个桥 就是18年世界杯主会场 泽尼特体育场 这里的风景非常不错 由于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说来这晒太阳 游泳的人特别多 公园内的喷泉也打开了 好多大小朋友们在这里洗洗玩 享受着这一份夏日的美好 趁着纳斯亚和巴莉娜 在沙滩上晒日光浴 我就自己跑到旁边的阴凉处 拍视频去了 毕竟咱还是传统的中式审美 实在不想变黑 他们晒了一会儿 纳斯亚就叫我跟他去海里游泳了 今天是阳光过盛的一天